大家好,我是你毛喵哥 每年过年过节 我是特别害怕去益阳长泽那一边 由于湖南省内积5513高速 一到过年过节 基本上是处于走不动的状态 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 你可能要走到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但是从去年开始 5513的复线从长沙到益阳这一段已经开通了 这一次清明节 我是怕堵车 早上6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 但是我发现这段高速虽然说已经扩容了 而且路况非常好 但是还是走不动 速度非常慢 我就发现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这段高速双向6车道 最左边车道和中间车道 它都是最高限速120 右边车道最高限速100 在旁边才是应急车道 就这么一种情况下 基本上高速走不动的车道 反倒是最左边车道和中间车道 右边车道加上这段高速 这个货特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你都可以按照100的速度跑起来 但是左边车道和中间车道 基本上速度就只有7080这个样子 而且很多时候 如果前面突然出现测速 出现这个桥链什么的 可能速度还会被压到60 看到这人呢 估计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看明白了 就这种驾驶员数字的话 你就是再怎么修路 路再宽 路再好 它一样会堵车 你想最高限速120的高速公路 只能开到7080通行效率 它不低就怪了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平时这个高速还要跑啊 一到过年过节 即使不堵车也会把整体速度压的这么慢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确实一到过年过节 尤其是高速免费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牛轨蛇神 说白了就是平时可能一年到头就没开过高速 然后全部把车子开上高速了 由于我们现在考驾照 对于这个高速这个环节呢 确实强调的比较少 很多呢压根就不清楚 左边车道比右边车道的限速似乎更高些的 而且不少司机的潜意识里面 认为这个右边车道有大货车不安全 我就干脆走左边车道 再加上呢 不用担心左右两边的车子 突然之间变到挤到自己前方来 那我就干脆就把车子开着左边车道 再加上呢 平时开高速开的比较少 胆子比较小 速度比较慢 认为这个开的越慢越安全 这样的话呢 就势必造成了这个左侧车道的拥堵 第二种情况呢 也是这种挺奇葩的理解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湖南省绝大多数高速 都是这个双向四车道的 湖南之间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双向六车道的高速 很多司机甚至认为这个最外的车道 是不是就是这个应急车道 所以造成这种错觉 就认为这个高速上面 我就只能走这个左边的两个车道 我要走右边的话 我可能就会走到应急车道上去 第三个原因呢 甚至很多司机啊 认为这个高速上面已经取消了这个超车道 因为我们以前的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 最左侧车道称之为这个超车道 中间车道称之为行车道 但是现在呢 最左的车道也是行车道 只是说这个有个地方写成了这个小车道 然后中间车道呢 这个小车道 然后旁边车道呢 这个大车道 就是把这个超车道的概念 从这个字面上改过来了 但实际上 我们在高速上面这个超车的时候 都是要求从左侧超车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约定俗程上 默认的左侧车道 它还是超车道和快车道 但是呢 由于在轿旁的改变啊 很多司机认为 我反正是跑在行车道上 我又没有玩你的超车 你要超车 你这个右侧超车就可以了嘛 所以呢 导致很多司机 就长时间的占据左侧车道 这样的话 导致这个整个左半部分 这个两个车道的通行效率 都大大的间低 本来这么好的高速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线速 或者这个接近线速的这个去跑 够行其道的话 那么现在长站高速复线 从这个长站到一眼这段高速呢 其实是非常好跑的 根本就不会出现 大面积这个拥堵啊 大面积的这个归宿 所以呢 清明节开车 我看这个线线呢 苗果觉得非常有必要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速度走不起 那么请你把你的车子 移到中间和这个右边车道去 把左边车道尽量的腾出来 给那些这个速度走得起的车子开 这样的话 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通行环境 提高整个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 千万不要你自己走不起 你还傻不拉近的 堵在这个对左车道 最后导致整个车道的速度 都被你一个人压下来 好了 大家记住一点啊 高速上面在合适的车道 一定要跑到合适的速度 千万不要认为 开的越慢越安全 如果你走不起开的慢 那么请你让开这个车道 不要阻碍别人的通行 因为你这么做 其实实际上你是在害人 也是在害己 如果你也认同喵哥的说法 给喵哥点个赞给观众好不好 谢谢大家